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經常想設計是甚麼 其實設計已經跳出了 2D和3D的框框 隨著科技的發展 AR的運用和聲效的配合 拆展人將一個藝術展覽 變得更加有互動性 甚至可以透過展覽 帶我們去反思一些問題 我自己的作品 通常會用很多不同的媒介 有時候會做新媒體藝術 希望透過自己的創作 將東方和西方的美學結合 當年參加YDTA 其實是因為他每年會挑選幾位 藝術家或設計師去外國交流 我看到這個項目很吸引 當年其實沒有藝術科技 現在很流行的藝術科技 所以本身自己的背景 跟其他設計師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不是傳統文化設計 或時裝設計 做了很多關於互動裝置 用一些體驗的出發 自己的作品偏向跟觀眾的互動 拿了一個贊助金之後 其實我去了日本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交流 日本的文化其實很有趣 因為他們將很多很傳統的美學 用了很多新的方法去呈現 東方的哲學有很多的智慧在裡面 在我自己的作品裡面 有很多訊息是希望透過一些互動的形式 可以帶到給觀眾 想分享一件作品 有關於碳排放的數據 希望觀眾進入這個裝置的時候 體驗到原來人的參與 其實也會影響到大自然環境的一部分 裝置就有63年的碳排放數據 體驗到黑色的觸管 慢慢因應不同的時間會變成白色 也好像一種原始森林 褪色的概念 啟動是來自我自己的生活 或者我自己看到的議題 我想未來的Future Generation 其實會面對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關於環境 所以我近幾年的作品 很多時候都會將一些未來的數據 或者現在我們將會面對的環境的因素 擺放在創作的考慮當中 在未來裡面 如何透過一些不同的行為 或者我們改變生活的習慣 可以令到未來裡面 更加可以繼續持續去增加 所以在自己的創作裡面 有些作品 是用一些訊息 希望能夠跟觀眾的一些 可以改變到他們的行為 Hello 大家好 我是YDTA 2011年的得獎者張漢謙 我是一個媒體藝術家 以及現在的創作總監 我在日本的交流期間 其實看了很多東西 我想最重要的是 能夠開闊自己的眼界 有很多文化的東西 你要深入那個地方 才可以跟當地的人去交流 還有很多的美學 是浸淫出來的 所以自己回到香港之後 我想在日本那段時間 YDTA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令到自己的興奮增加 就算了 我們在香港 都可以